三个小时,我们这边只有两个小时 再加上因为你们 因为白天可能有工作什么 来的时间比较晚 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先来看 你拍的影片如果会晃的话 就像这个,我现在按右键选 New Sequence Front Clip 那因为这影片会晃 假设你真的做作业的那个素材 拍的晃的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去找 有一个那个Effects 它叫Warp Stabilizer 你打个Warp应该就会看到 Warp,它在AE也叫这个名字 Warp Stabilizer Stabilize是那个 稳定的意思,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个Warp 忘不在 反正呢,你踏上去以后呢,我们现在看 它应该已经做完了 它做完以后呢,其实就会 稳定 但是呢,还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画面还是会动,你看喔,它原来是长怎么样 它原来是 这个特效如果关掉 这样关掉,它原来晃得很凶 你看,晃得很凶 那我现在呢,如果把这个特效打开来 预设只是Smooth Motion 它就稳定 但是它画面还是会动 所以我们要改成No Motion No Motion 就不会动嘛 OK吗 你改No Motion以后呢 再把这个第一格输出到Photoshop里面可以吗 因为其实我当初没有预期到 就是说大家通通都没有 那个手机的脚架 或者是一般的脚架 我觉得这个有点出乎我预料之外 因为 现在脚架 手机脚架一个人根本不到一千块 所以我有点压抑 好,反正总而言之呢,你用这个 可能可以解决 但是如果你的手 真的晃得太凶 我也有看到学生是真的没办法救回 那个就真的只能重拍 OK吗? 所以影片的稳定,这个第一个我先讲 那第二个呢,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来,我们现在开始调色调光 调色调光的话呢 现在呢,是这样子哦 我想我先做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先把整个画面一起调 所以呢,回到专案的地方 这边呢,开一个新的调整图层 它跟Photoshop的功能一样 它上面套的任何特效 都可以影响到下面的所有图层 所以我先用这个 所以它到底有没有啊 我怎么没看到 真的没有啊 哎哟,跑到这里来了 算了,我不想调位置了 就这样子,拉过来 调整图层拉过来 好,这个调整图层呢 现在套一个特效 叫lumetric color 我们大概会套三个地方 一个是天空,一个是建筑物那边 所以 就看 这个是 lume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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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 它其实是在这里的啊 就是video effects里面 这个我把它关掉好了 因为它没有那么难造 它是在color correction 色彩校正 lumetric color 拉到这里来 拉到这里来以后呢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basic correction 就是跟之前我们讲的色彩校正一样啊 所以第一个是先调色温 有没有,色温你可以先调 整个都暖掉,有没有看到 因为背后的天空是暖掉嘛 所以这应该也是暖掉 所以整个调,调暖掉 然后呢,再来是曝光值 曝光值 曝光值 简单调一下,然后对比反差 对比反差 一点点 我现在是全部都调啊 highlight 亮部 再来是它暗部 ok 再来是它的shadow 也是它的暗部 black 也是暗部 white 亮部 saturation 色彩饱和度 再来是creative 这边我不想调 但是我想要调一点 瑞异化 sharpen 色彩饱和度 这个叫自然色彩饱和度 调一下 再来它的暗部 暗部想要偏什么颜色呢 紫色 我调一点紫色看看 再来是它的亮部偏什么颜色呢 再来是它的亮部偏什么颜色呢 来点橘色如何 有有有有有有感觉出来了 讚 然后再来呢 curve 中间接调 好像看 这样子好了 这个s型的curve 是我们讲说可以模拟那个胶卷的曲线 我觉得蛮无聊的 但是这个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讲 每个有名的大师都这么讲 所以跟你们讲一下s型curve 有没有 一个s型 其他的我现在先不调 接着呢 是 我觉得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调一下啦 建筑物本身 建筑物本身在哪里呢 是这一个吗 不是 做多了 其实根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看一下这个 其实我真的已经不知道建筑物在哪里 建筑物是这个吗 哦 真的是这个 OK好 所以建筑物本身呢 也套一次这个lumetric color 因为我觉得天空应该不太需要调啦 所以我这边建筑物调一下好了 建筑物 建筑物呢 一样基本颜色校正 然后再来是对比反差 因为它圆的对比反差很强 所以我觉得contrast 就把它调强一点 就是你总有一个东西是你的调整的依据嘛 要么就根据天空调 要么就是根据建筑物调 我现在呢 因为偷懒 我就直接调建筑物 然后再来我调它的亮部 再调它的暗部 我都不知道这颜色准不准 black 这也是暗部哦 好行放开 再来 再来white 也是亮部 saturation creative 那我这边呢 干脆这个地方 我调的是它的vinay 可是vinay 其实调不太适合在这里调 因为我是要周边按角 所以比较适合在这里调 我点一下这里 周边按角 周边按角 这里vinay amount 有没有 周边按角 周边比较暗 有没有 那你这边可以midpoint 再调一下 看你要 按的地方有多少 再来是feather 语化 好 ok 那再回到 纯建筑物本身 其实我觉得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 这个建筑物点到以后 再回到这里来 它这里有一个三色校正 不是三个色环 color feel and match 所以这边我们再做一次建筑物的校正 建筑物的暗部 好多了 建筑物的中间调 建筑物的亮部 好像可以 ok 那在建筑物的暗部 要偏什么颜色 刚刚调紫色 我再给它一点紫色 好了 可以 它的中间调 给它一点 黄色 亮部我不调了 所以现在整个拨起来就长这样子 好像有那么回事 但其实它这个 边边这个其实是可以在修的 我现在已经有点蓝的做了 我觉得你们做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把档案输出 先记得到时候要找作业要先存档 save as 这个档案叫 matpainting 我先存桌面 存 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整个专案要备份 所以要用project manager 然后指定 所有的sequence 都有 其实shaker不用了 因为这是刚刚示范给你看的 这边呢要输出所有的素材 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 到时候你教教的时候要这样教 我这边先开一个新的资料夹 叫做final 选择 再来它这边就会把所有用到的素材都丢进去 ok我们现在录到 再讲一次 就是你打开来你会看到所有的专案 专案是premiere专案在这边嘛 这个两个是photoshop档 然后还有影片素材 这很重要 那再来呢就是要输出影片啊 输出影片的时候用这个 export 然后 media 因为影片要直接上传到这个 youtube嘛 我是觉得 你可以试试看h.264 或者h.265 都可以啊 你自己决定 h.265画质比较好 youtube应该也可以接 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你的电脑会出状况 就h.264就好 就这样子 然后看你要不要加个音乐什么的 他也可以丢到那个media encoder 但是我觉得 第一次作业不用搞得太复杂 就这样子好了 eSport 就media encoder 对 media encoder里面 有你讲的 就是说那个youtube的格式 有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 想说下次再讲算了 因为你们第一个作业就简单一点好了 因为我跟你讲我太害怕了 你知道吗 今天第一个 你只剩大概快要20分钟就要下课 第二个是下礼拜没办法上课 对不对 所以呢 在下个礼拜作业要教 但是我想我还是会来 因为我想可能有人会出状况 还是会来 对好不好 不然我本来是其中其末 我是很不想来的 所以他这个影片 就是他输出完成以后啊 你要上传到云端哦 你就这样子 找个youtube的地方 然后按这个 应该是youtube要怎么按呢 我看一下 youtube 那这边不是有一个按钮吗 他可以直接就丢东西上去 有没有 upload video 那就把那影片上传 可以吗 所以大家就要讲两个东西 一个是上传影片把连结贴回来 有没有 这边有个select file 可以选那个输出的影片 把影片输出上传 把那个分享连结贴回来 分享连结要怎么贴呢 像这边好了 就从这边有一个get shareable link 有没有看到 get shareable link 他这边会得到一个 就是连结 那那个连结呢 你就把它贴到社团 我这是贴给你看啊 这个就是我看得到你的影片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这边 这边